假设f of x 等于 x 三方 减 x 平方加 4 g of x 等于 2 x 平方 减 5 x 加 1 我们现在要利用分离系数法 来求这两个多项式相乘 好 那这边分离系数法最重要的就是 遇到缺项要补零 好 那我们检查一下 三次方 二次方 跳常数项 所以我们中间呢 是不是要补上一个一次方 好 那这边呢 二次一次常数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就把它的系数写下来 f of x 的系数 x 三方的系数是 1 再来二次方的系数呢 是负 1 一次的系数呢是 0 常数的系数呢是 4 好 接着g of x呢 x 平方是 2 所以我们就写下来 2 再来一次呢是负 5 常数呢是 1 好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来做乘法了 好 1乘以4 1乘以0 1乘以负 1 1乘以1 好 再来负 5乘以4呢 等于负 20 负 5乘以0 负 5乘以负 1 负 5乘以1 再来2乘以4 2乘以0 2乘以负 1 最后一个2乘以1 好 那我们一样呢 也是把加法写下来 这里是4 这里负 20 这里是7 这里呢是6 这里是负 7 这里是2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只要把它的次方补上去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来看 这里是3次 这里是2次 所以最高的部分呢 是5次 好 那我们依序写下来 5 4 3 2 1 常数 或者呢我们从后面推 常数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 好 那中间这边呢 再补上一些加跟减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f of x 乘以G of x的答案就是 2 x5次方 减7 x4方 加6 x3方 加7 x平方 减20 x加4